就是结果是这样的话 里边这是封面 封面可以随便选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投币点赞 收藏 一点三连 好的呀 我是刘昆 今天去我一个朋友的地方看看 我一个做和尚 当和尚的一个朋友 算是僧侣吧 去他那儿看看 顺便去见他了 不给他带点半手礼不太合适 所以今天给他带了一瓶酒 他那个字面好像有700多年的历史吧 咱们到地方来细说 现在出发 好有感觉呀 这全是一千的房子的感觉 这就是我朋友 这真的是日式的一种感觉 非常有感觉 还有这个 还要看这个小房啊 小时候在古代的时候我就过了这 前面这座山 就是京都了 这是我朋友的寺庙 福生山 猪印 这都是印出来的 猪印 这个是风神 这个是雷神 凤凰 龙 当四大金刚 这就是我朋友的寺庙的主殿 看这地方比较小 但是这个地方有700多年的历史 它以前是很相处很旺的 因为时代变迁呢 然后就是他们把那个主道 大家看的门迁很窄的路 所以这以前的比较有名的 这就是佛堂 这就是我朋友上的新闻 还有独卖新闻 还有这个意识新闻 遭日新闻 这就是我朋友上的新闻 还有独卖新闻 还有这个意识新闻 遭日新闻 中日新闻 还有这个雅虎的那个那啥 这个手册 手册的话它这也有 看来还是比较帅的 圣德太子 140年前就是过世的 就是为了纪念他这个东西吧 圣德太子 这就是朋友在这画呀弄的 他这是工作的地方 他说这个的话是一般的 一般的版本 他说这就是他去各个寺庙 有名的寺庙里边去 去收的这些东西 找的印章 这个中间的这个佛像的话 是从廉昌时代 700到800年之前的佛像 时代太久远 他们家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佛像的话是 就是背后那个形状的话 是那时候的东西 所以有可能是那种 太老了 他们自己也记不清了 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了 这两幅画 不知道大家能看到 看得清这两幅画 这边的话是圣德太子 小时候的画 然后这边的话是 七个高僧 他们把那个 从中国 就是什么时候 唐代 把经文 传到日本的 就是七位高僧 看上去 看上去他们也就是 承认 不能说承认 很多中国文化吧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有来源 有起源 我感觉是有始有终 我感觉是比较合适的吧 嗯嗯 我朋友说 为什么日本的寺庙 有很多人就是说去供奉圣德太子 我朋友说 因为是圣德太子 把那个佛教经文很多东西 从咱们中国唐朝的时候带到日本来 是他带进来的 是他传开的 虽然说他不算是真正的和尚 但是圣德太子 为那个佛教做出了很多很多贡献 我朋友说现在开始做一个印纸 让大家看一下 哪个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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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要做一个让大家看看 大家 让我选一个随便选一个画 我就选雷神吧 要不就选雷神 赖金 就是用这个黄纸 是贴好的膜 然后印上 大家有记不记得我以前拍过一个就是 衣式穿通工艺 衣式行指 如果大家对这个东西不太懂的话 可以去翻翻我以前的视频 衣式行指这个视频 但是这个东西不用说 想印能力 要感觉 我以为是一张纸印下来的 结果没想到是好几张纸印下来的 我以为是一张纸印下来的 这个东西的合同 接下来 我以为是一张纸印的 我盖上 他们的印 就是结果是这样的 一边这是封面 封面可以随便选 然后里边的话是白纸 白纸你可以当一般的笔记本 或者是什么东西 如果你想 这是他们那个寺庙的名字 还有加那个佛法 那个加持算是 这个画册 就这一个的话 在日本卖 最低最低卖 大概5000日元 4000多日元 5000日元 因为东西不一样 价格不一样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一下试试 五六三十 大概300块钱吧 一个 就这一个300块钱 他说这个还没有 开始还没有发表 这还是开始没有做 这是一个行事 只是先做了个行 可以呢 如果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私信我 我告诉大家 电话号码 或是来的方式吧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可以带大家一块来这看看 我朋友的名字叫正信 真正的正 信念的信 所以用日文念法叫 消息 我朋友说为了 佛祖保佑我 然后这个东西送给我了 哎呀我天呐 我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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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 公斤不用 从没有搜了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是 以前咱们中国古代那种方式 就是可以拉很长 它并不是那种 笔记本式的 它是这种 以前古代那种印纸 不知道大家懂不懂 佛经的那种 我可以给我老婆 让我老婆用 加持一下啊 啊 和大家准备 麻那大家 谢谢